我在桑坡很想你,这不是一个个名,这是一个地名,是一个桑坡村,这个地方比较特殊,是为我们河南省西边,它的特殊在于什么地方,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,桑坡这个地方,它是UGG的代加工厂生产基地,所以说基本上为女性这个鞋子受UGG,所有人都知道,其实说男性的话他也听过UGG,因为就是在那生产的,这次周末忙里头前也是去那溜了一圈,去那个地方感触是比较深的, 就是如果说你想做桑坡电商的话,其实是可以去观摩观摩,那个地方比较有意思,国内外其实是通吃的地方,因为你想要的那里边基本都有,很多人说这个找品找不到了,那你去那里边绝对会眼花缭乱的,我本来想去买衣服的,后来转一圈这种都太好看了,质量都还不错,就是不知道要买什么,女孩子男孩子到里边基本上都要逛两天, 因为在9月份10月份那里边宾馆基本上都订满的,因为那里边款式太多了,特别想做这个衣服鞋子之类的,你可以去这个地方去溜达一圈看看,感触会非常非常深刻的,这是给大家推荐的,只要你去到那个地方,也不会感觉特别寒冷, 因为沿街商铺一家爱一家,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一个特色,每一家看完之后,你都会对这个,你所看到的产品都有非常深刻的感触跟印象, 并且它沿街上,他们也是比较抱团的,那里边特色的锅巴吃的也是非常好吃的,所有几条街卖的都是那一款锅巴,非常抱团去难,这就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,也比较有创新能力的地方,很多南方的一个工厂慢慢也在往这边去搬钱, 你想看到的很多产品在这里边都是可以找到的,并且是可以生产的,可以创新的,想做这个电商的,想寻找这个产品的,其实可以去这个地方去感触一下,还是比较深刻的。